我们都知道太阳是什么 也知道为什么夏天会比冬天热 也知道真空是完全空的意思 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吗 事实证明 很多我们目前认为是常识的事情 事实上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太阳是一颗火球 算是这样 我们在天空中看到的太阳 是无数核聚变现象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 每秒钟都释放出无法想象的能量 但事实上 其中并没有任何燃烧的东西 因为要让火燃烧的话 是需要氧气的 而这种东西在太阳上是非常稀缺的 像太阳光一样强大的力量 我们不能给它的颜色 随意贴上单一的标签 它是有许多混合在一起的颜色 让它看起来像是白色 而我们看到的太阳 之所以是黄色 橙色或红色 仅仅是因为地球的大气 散射了蓝色 绿色和紫色等颜色 这也是我们看到天空是蓝色的原因 水在宇宙中极为罕见 组成水的两个元素 分别都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之一 我们认为水为稀缺资源的原因 仅在于我们很少在临近的星球上发现水源 但是科学家提出 许多巨大的星球 它们的种质量的一半都是水 比较一下 我们星球上的水的质量 只占了0.02% 所有的彗星都有尾巴 实际上 彗星在靠近恒星并出现尾巴之前 几乎是不可见的 当彗星靠近恒星的热度时 它由冰组成的尾巴会飘散开来 如果彗星没有预热 就不会有尾巴 虚空的太空很冷 太空不是很冷 是极其的冷 -270度C 穿多少件毛衣都救不了你 但是 离太阳较近的地方 温度可以到达121度C 这也是为什么太空装是白色的原因 因为它们要尽可能的多反射光和热能 轨道是中心有大型天体的圆环 尽管太阳透过自身的引力 把各行星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 但是 行星本身也具有引力 使其轨道的中心偏离太阳 它们看起来就像在跳舞一样 另外 轨道的形状是椭圆形的 不是圆形的 夏天更暖 是因为我们离太阳更紧 完全不是 其实是夏天的时候 太阳每天最多会在地平面上方停留17个小时 而冬天只有6个小时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 地球的轴是按照某个角度倾斜的 所以 一年中的某个时候 地球的北部 北半球 会吸收更多的阳光 而在另一个时候 又会轮到南半球 来享受更多的温暖 太空人之所以在轨道上锻炼 是因为要在太空中工作 它们需要肌肉发达的身体 在轨道上 重力并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也不会发挥太大作用 太空人之所以做锻炼 是因为它们需要为返回地球和地球的引力 做好准备 这样它们才不会有自己被压扁的感觉 穿过小行星袋是很难的 和电影里不同 真正的小行星袋 其实有点无聊和空虚 小行星袋中的两块太空岩石 进隔的距离超大 而且两者之间的区域里 什么都没有 所以飞船穿过它 就像在公园里散步一样 只不过是换成太空公园而已 太空中没有氧气 所以太空船喷射的任何火焰 它燃烧掉的都只是飞船内的氧气 之后它便会消失殆尽 而且在真空中 没有足以传播声音的物质 不然太阳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因为基本上 它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无数个巨大的爆炸 如果你喜欢科幻故事 或是阅读科学文章 你肯定会知道这一点 但是有些人仍然不知道 光年不是时间单位 而是一年内一粒光子可以在真空中穿越的距离 光永远是最快的 算是这样 不过 这仅限于真空中 今天我们知道了几种可以减慢光子速度的方法 在通过不同的物质时 光子的移动速度会变慢 然而 电子在这些物质中的移动速度是相同的 有时甚至比光还要快 太空的真空是完全空的 尽管真空中几乎没有任何物质 但是实际上 它里面还是有各种相互作用的能量场 它们甚至可以产生粒子 虽然像是木星或土星这样的行星被称为气态巨行星 但是 它们的内部依然具有实质内核 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因为好好的研究气态巨行星是不可能的 任何探测器一旦靠得过境 都会被巨大的压力给碾得碎碎的 超级地球行星和地球相似 只不过更大 这个名词仅在描述它们的大小 这些行星比地球大 但是没有天王星或是土星那么大 黑洞会吞噬周围的一切 就像巨大的漏斗一样 黑洞之所以得名为黑洞 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它们 这些物体巨大而且密度也极高 它们的引力就像陷阱一样 即使光线也无法逃脱 其他天体也可以像行星围绕太阳运行那样 绕它们运行 不过如果你越过了黑洞的视像地平面的话 就再也回不来了 太阳系有八颗行星 有数学证据证明 这可能是错误的 但是离太阳系外围较远的地方 应该有一颗比地球重十倍的行星 它还没有名字 科学界也还必须进一步确认它的存在 我们知道宇宙有多大 我们接受到光的最远的地方 距地球为138亿光年 但是宇宙正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扩张 那么这个曾经距离我们约138亿光年远的地方 现在甚至已经变得更远了 水星是太阳系中最热的行星 水星最接近太阳 但金星却要热得多 水星没有大气层 而金星却有 它主要是由二氧化碳组成 而这种物质会把热量困在内部 从而进一步增高温度 有时太空飞行员说它闻起来像是烧焦的木桩 但实际上 他们说的味道 是他们在结束太空活动返回太空站 并脱下头盔时 从太空服上所闻到的气味 毕竟要闻到真空的味道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在天空中看到百万颗恒星 实际上 这个数字要小得多 只有大约3000颗恒星 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其他物体 只不过是把它误认为是星星而已 比如太阳系的行星 遥远的星系 以及卫星 太阳系中的所有东西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对 所有东西都在不停地运动 每年 月亮和地球的距离都越来越远 而且我们也不断地远离太阳 这种变化和运动的速度非常小 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过它一直都有在发生 海卫一 是海王星最大的卫星 也是太阳系中唯一一个朝相反方向移动的卫星 每年 它都会变得离海王星越来越近 最后 它会撞击在它上面 成为另一条行星环 我们马上就可以星际旅行了 实际上 我们没有任何一项科学技术 可以让我们这辈子甚至永远能够体验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东西能与光速匹敌 而且对于大的物体来说几乎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速度的 也就是说星际旅行会花很多年的时间 而且人们也不知道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星际旅行确实可以拍成精彩的电影 而且我们不用真的看50年才看得到电影里的星际旅行的结束 不然 这只会让我们经常听到的 我们到了吗 这句话 变得更烦人 嘿 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后学到了新知识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影片 你只需要从左右两边的影片里挑一个 另外请持续锁定那样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